手游酷玩 M416 M416它是一个5.56口径的突击步枪 主要的好用原因是因为 在初始的环境下比较稳定 并且并不是空头枪 比较容易获取 但是和其他的步骤相比 它的获取难度要稍微大一些 因为刷的并不是特别多 杀害比较高 可以装的配件非常的多 然后满配件之后呢 那稳定性是非常棒的 然后可以装备四倍镜 适合各种距离下使用 配合上消息器 加上它自身比较稳定的 不需要太多压枪的这么一个技巧 加上这个后面的战术枪托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其实M4 它的稳定性在初始上 可能只比同种类型的AK要稳定一些 因为AK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最嫖的枪了 你可能认为你自己在玩M4的时候 感觉还可以啊 但是实际上它的效果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 在面对各个防具的表现呢 其实除了三机头是三枪能打死之外 只要是你带着护甲都需要很多枪 这个也是看当时它甲的一个 防具 因为甲是可以被打坏的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判断 第二个呢 就是和它差不多的武器 名字差不多 叫M16A4 也是5.56 但是唯一的区别呢 是在不能装备握把 其实刚开始出这个枪的时候 是不能装备这个枪托的 但是在某一次的更新当中 也是取消了这个设定 因为它的枪支不是特别稳 这个武器和正常的这个M4差不多 有两种射击方式 其实步枪都有 唯一不同的就是 可能别的武器是全自动和单法 但是M16它的第二个发射模式是三连法 子弹的出指速度比较高 然后并且远距离比较好牙 问题就是呢 它的操作难度 这个好牙只是说相对于某些枪来讲 相对于AK这种枪来讲 它肯定好牙 因为AK的飘的程度 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所以说这个枪其实也就是一个 不能算是首选一线枪吧 对于步枪来讲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 还要介绍的一个就是AK AK这个呢就区别于前两个 它的首先武器的口径不太一样 它是7.62的口径 可以装备的东西呢 只有三个 一个是枪口 一个是背镜 还有一个是扩龙 不能装备后腿和握把 其实后腿也算是 M4系列的一个专有的东西 但是也不一定 就有的枪也可以装 但M4所有的枪都可以先带 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伤害高 和这个M4相比 它的伤害要特别高 在三几头的情况下 基本上两枪点头就死了 问题呢 就是后座力大比较难操控 这就是大家前期需要 比较多投入的这么一个枪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SKAR 这个大家比较长挺的 这个一个枪 也是一个5.56子弹 然后除了后座以外呢 全部都可以安置 优点呢 是后座力比较小 然后容易操控 精准而稳定 综合能力非常强 但是呢 射速要比其他5.56的子弹 要慢上很多 所以说有很多人都不太喜欢用 SKAR呢 目前也是一个工具人 确实是 我这么说的话 可能很多喜欢用SKAR的枪的玩家 可能不太高兴 在一些比较平民的玩家 或者是比较不太专严 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讲 可能SKAR对于他们来讲 也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用完之后 基本上就是扔掉了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只要找到M4 必定换枪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三种步响 四种步响的一个综合对比 以后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武器的数据对比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